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这个是卡托利亚,加德利亚兰的一种品种 那它是一种比较高大型的加德利亚兰 你看它颜色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饱和 它颜色呢,其实在这种品种有非常非常红的颜色 那它算是,这颗算是没有这么红的颜色 它的那个底色啦 我有看过那个照片底色是非常的红的 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名字 它叫阿美西施 就是阿美,它叫阿美什么什么什么 它学名,那这是一种原生种的加德利亚兰 算高大型的,它不算是小品种型的 这种高大型的加德利亚兰非常好看 你看它的花非常好看 非常有立体感 那它的唇瓣是全红色的 然后上面带有那种喷点型的颜色 它开起来的花是一串的 你能看到这个,这一颗 这个有撞到一点点 所以它就开不起 那你看它开起来是一串的花 你看,像一二三四五 所以种得好的话,它开好几串 这个可能是那种 有一种像什么新谱那一类型的父母本之一吧 因为那种开法都很像这种东西 不知道新谱有没有教过这个东西 好,那它的花呢,其实是辣植花 你可以摸起来,它是那个油油亮亮厚厚的感觉 所以它花型应该会久了一些些 久了一些些 那这一颗的花呢,你可以看它大型 它算是大型加德利亚兰,它这么大 非常非常大 那因为呢,这种大型的加德利亚兰呢 在市面上其实不是那么常见啦 因为大家都喜欢比较中小型的 那大型的,其实像我朋友就很喜欢大型的 就是那种可以掉起来很大颗的那种 那种感觉 因为这种这一颗还在 这种阿美西斯啊 这在里头还不算大哦 那朋友那边有个更大的 大概最高可以高到50公分高哦 所以它的那个品种 差异性非常非常大 算个体的差异性很大啦 所以你可以看它是辣植花 然后中间这个是红色的芯 非常的摸起来,非常的好摸 就是那种辣植的感觉 那因为它这种 这种形的加德利亚 大部分它的原产地都是在中南美洲啦 不过因为像我这一颗是台湾进来以后 可能在经过人工繁殖以后的后代 那个体会随着不一样 有差别 那这一颗其实是在花式买的 那其实如果你有机会去花式的话 如果看到它花开的话 你会看到它那个花色都不太一样 那像这一个就是浅色系的带有喷点 之前还有看过那个更白的一些些 它颜色没有更那么亮丽的 那但是看人像我就不太喜欢那种全部都是红色系的 它的那个斑会不明显 不明显像这个斑就很明显 因为它底色是白色的 那它的斑是红色 所以会成为一个很漂亮的对比色 我觉得啦 那所以呢 看人选花就是这样子 去花式晃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到实体 那因为每一颗开起来都不一样呢 这时候就会产生 你会看到你想要的个体 或者是我们如果买石森表 就是回来赌啦 就是回来赌这个 赌它的开花性 开花的状况好不好 那这种都很难讲 因为卡罗莉亚这一类的 或者是像这蝴蝶 像我交配的蝴蝶 它下一代都可能产生变化 所以有可能变好 有可能变坏 所以都很难讲 那以前他们在原则的时候 有说那变坏 整车都把它拿 有时候交配失败 然后开起来花不漂亮 就整车都倒掉 都有 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商业型的行为 OK 那这个就是一个原生种的卡罗莉亚 加德利亚 像中大型的阿美西斯 那平地其实还蛮好种植的 我那边还有一颗 可是没有开花 那这个是花式买的 那它也需要强日照 所以你只要看到那种 加德利亚的系列 都要给它强日照 强日照它才有机会会开花 那最好是有充足的日照 那如果你没有 它的开花性就会降低 这个就是加德利亚的特色值 它好像需要 两万到三万以上的 流民的那种光照 然后照一天 所以其实它虚光量算非常的高 算非常的高 如果你把它放到室内的话 开花性就会降低很多很多 那它来的时候是种的是水草 到时候可能会把它换成粗料 这边种水草应该会死掉吧 跟浇水模式有很大的关系 好感谢你留意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这个是原生种的品种之一 非常亮丽的品种 阿美西斯 OK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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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